大家好,这里是思维密码,一个为你解锁智慧思维的频道。 我们每个人都沉迷于垃圾娱乐。 本来说刷会手机,就去睡觉或读书。 但怎料,手完全停不下来,一直沉醉在抖音、微博、游戏等等娱乐中,一直沉迷一直爽。 最后一眨眼,一天就过去了,回头想想,却什么都没干成。 垃圾快乐容易让人上瘾,所谓的垃圾快乐,就是能带来短暂的精神快感。 比如搞笑的短视频,好玩的综艺,肥皂剧,看着非常过瘾,让人不禁沉浸于哈哈大笑的喜欢。 说到垃圾快乐,不得不提提我的朋友小A。 小A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,下班后的时间就约上朋友吃饭,看电影,每天晚上睡前看一回书,基本上两三天就能看完一本书。 每次出来,他都侃侃而谈,和我们分享他的所看所闻,眼里发着光,整个人异常自信开朗。 但就在最近,小A渐渐变得不一样了,他不再和大家分享看到的好书好电影,而是一出来就开始玩手机。 经追问后,原来他最近迷恋上一款小游戏,原本只想玩玩打发时间,却没想到开始了就停不下来,还影响到自己的生活。 经常玩到通宵,第二天睡得起不来,迟到了大半天。 午休时间,吃饭的等餐时间,都在玩,甚至为这个游戏,充了不少钱,买了一堆没什么用的皮肤。 我们劝过小A,别太沉迷于游戏中,他总是笑笑不以为然地说,生活这么苦,总要找点乐子,缓解下压力。 虽然适当地放松,缓解压力是没错的,但利用舒缓压力的理由来无节制地沉迷于游戏中,那就是错的。 之前看到过一篇文章,说到,垃圾快乐成瘾,比毒品成瘾更可怕。 毒品成瘾,每个人都知道,是件必须拒绝和远离的事。 而垃圾快乐,一旦尝到了甜头,就会忍不住地想要更多,让你的意志迷失,忽略到本来应该做的事。 它默不作声地,让你慢慢成瘾,一层快乐的糖衣之下,也许会有刹那甜蜜的错觉,但久而久之,你就会尝到它带来的苦。 走得太舒服的路,都是下坡路。 为什么这么多人,喜欢沉浸于垃圾快乐中? 心理学的角度上,有这样的说法,反馈越短的时间,越容易获得快感。 你玩一回游戏,马上就能获得爽感。 看一个搞笑短视频,马上就能哈哈大笑。 情绪带来的快感,让人忍不住上瘾。 这么舒服的事情,谁愿意舍弃呢? 反之,对于那些反馈模式比较长,获取快感的时间比较慢的事情。 我们通常会觉得厌烦,难以坚持。 比如,想要收获好身材,必须克服高热量美食的诱惑,再加之一次次挥汗如雨的运动。 学习读书也是这样。 一两个小时的学习,并不会让人直接成为学识渊博的人。 它是通过日复一日的积累,在不知不觉中沉淀在看不见的气质,谈吐之中。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。 那些我们所追求的美好,亦不是唾手可得。 我一直相信,走得太舒服的路,都是下坡路。 所谓的自由,不是想要什么就要什么。 自由就像卢梭所说的,无往不在家所中。 你想要得到什么,就要付出什么。 每天做两件不喜欢的事。 毛母说过这样一句话,为了使灵魂宁静,一个人每天要做两件不喜欢的事。 想要变得更加自律,在人生路上走得更长更远,你就必须一次次地去突破自己。 在之前生灵其境的节目中,韩雪的表现让人们感到印象深刻。 年到35岁的她,保持着良好的身材,一身仙气,宛若少女一般。 更可贵的是,她说的一口流利的英语,配的音也是媲美专业水平。 韩雪的自律,在圈内是出了名的。 据说有一次收了工,何炯约她一同吃饭,韩雪一口回绝,何老师,我要回家写作业。 何老师心下意惊,她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推脱理由。 而韩雪的的确确是回家写作业的。 她每天七点半起床,三分钟洗漱,五分钟上妆,一天只吃两顿饭,晚上六点半以后不吃东西,睡前一小时充电时间。 这样的作息习惯,需要与美食,惰性对抗。 很多人坚持几天,大概就崩溃了,韩雪却坚持了十几年。 不仅如此,她每天还会花二至四小时学习英语。 手机里一千分钟的手机通话时间,有九百分钟是打给英语老师的。 在片场拍戏休息的间隙,其他演员多半会玩手机打发时间, 韩雪却是捧着电子书在安静地品读,学英语。 保持十几年如一日的自律都不是简单的事情, 当它一旦成为习惯,就变成了让人满足和快乐的事情。 当你体会到知识进入灵魂,充实的喜悦,就不再会沉迷于那些无意的垃圾快乐中了。 学会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,去感受那些可能并不轻松的事情,并坚持下来。 你就会发现,原来真正的快乐,不是简简单单的哈哈大笑的快感。 真正的快乐,是你翻过一座座高山,气喘吁吁过,汗流加倍过,最后,灵魂和精神被知识和精力填满,它带来充实感和满足感,也沉淀于你的气质里。 二十岁的生活方式,决定你三十岁的打开方式。 不可否认,生活有时候很苦,我们需要一些简单的快乐来治愈。 偶尔看的轻松搞笑的视频,刷刷情节过瘾,不用动脑的电视剧,这都没什么问题。 但切记成瘾,切记在上面浪费大把大把的时间。 有的人的快乐,来自于读书,旅行,健身,一步步充实自己,提升灵魂。 有的人的快乐,是来自于躺在床上不动,吃吃炸鸡,喝喝奶茶,看看手机,刷刷搞笑短视频。 你的时间花在哪?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? 种什么样的因,就有什么样的果? 拉开人和人之间的差距,是在闲暇时间的利用上。 也许沉迷一小时玩游戏,滑手机,和看一小时的书,二者给人带来的变化,相差并不大。 但是一个月,一年,甚至十年以后呢? 你给岁月什么,岁月自然就会回馈你什么。 二十岁的生活方式,决定你三十岁的打开方式,三十岁的生活方式,同样也决定你四十岁的打开方式。 所以,千万别仅仅只是满足昙花一现的快乐,别让垃圾快乐毁了你的生活。 好好读书,好好健身,认真护肤,多选择一些有价值意义的事情。 当有一天回首过去时,对生命不辜负,对自己不遗憾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。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,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。 你也不妨订阅,分享,及在下方留言。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。 。